台北和宜兰因为北宜高的通车 三年来逐渐形成一股新的生活模式 尤其宜兰的空气和空间 是住在都市民众所向往的 因此有人就选择周一周五 在台北上班 周六周日回宜兰度假的生活形态 交通的便利不仅民众选择 以五天在台北 两天在宜兰的休闲生活 还有上班族选择白天在台北上班 晚上回到宜兰生活的通勤方式 不但增加工作效益 更能够让生活步调缓一口气 因为现在有很多也是我们宜兰人 到台北去工作晚上又回家 换句话说从台北到这边来 上下班的话也是很方便 雪碎开通后 不只是上班族的生活形态改变 一般民众也因为交通的便利 而有了更多的体验 雪碎新闻 吴芷云 黄太郎 宜兰采访报道